我跟你讲 这样铺电料 我可以一个月补换电料 想必上一期 你们已经见证了 它的食量和尿量了 这一期就跟你们分享 我怎么应对 我的电材选择的是 豆腐猫砂 还需要尿垫 下面跟你分享 我神仙电料铺法 首先就是把这尿垫 紧紧的铺在这个底盘上 像这样牢牢的贴住就OK了 下面就到一个我喜欢的环节了 把这个豆腐猫砂倒进去 你事先看看 你的豆腐猫砂粉尘多不多 我这个就还行 所以就 妈也尴尬了 这个是底 它好像就粉尘大一点 这些还不够 差不多了 就把整个的这个盒子里边 都铺满豆腐猫砂 笼子的网罩 厕所还是要象征性的弄一下的 其实我们家蛋蛋还是有一点上厕所的意识的 所以这个厕所里边会相对这个底盘更脏一些 就放在这个空白处 脚垫也放进去 椰子壳窝也按上去 这窝吧看起来有点高 我对它的攀爬能力还有点疑惑 所以买了一个这样的小横秤 以上就是我的画质属用品分享了 你有没有更好的经验 咱一起来讨论